中央歸宿 立善莫代宿 第一个诉求,张立善县长应该要要求卖电在空污季节 也就是差不多现在不会降雨的季节 常态性的降载,立即停机两部燃煤机组 从2020年,每年减少20% 在2025年的时候,将燃煤机组全速除溢 第二个诉求,县长不可以弃守地方的减煤权 六亲审美许可证的展颜,应该顺应民意召开公听会 不要轻率的发放这种合法杀人的许可证 请正视云林人活在云林的权利 第三点,请县长督促 卖了新建天然气的接收站 加速用气垫替带煤电 拯救云林已经烂了好几十年的空气品质 第四点,应该要要求六亲海塑化 限期三个月内提出气垫共生厂16座燃煤机组 除一或转型的时辰表 逐年转型除一,跟刚刚说的一样 2020年至少两步停机,两步要减半 第五,园林各级学校的校园内 加速部件空气核子,空气微型感测器 我们要知道,我们什么时候可以 不用戴口罩,就出门运动 不用戴口罩,我就可以出门散步 不用戴口罩,我就可以出门去买饭 第六个诉求 抖六九月份的臭氧AQI 止暴鸿亥 是否跟六亲的VOCS液散有关 请县长限期公布调查结果 最后一个诉求 云科大的学生要求云林县府定期公布 抖六工业区,云林科技工业区 福茂工厂和细销职厂等 校园附近污染源的有毒空气污染物内容 还有烟囱排放的数据 以及空品监测的数据 以上七点,谢谢大家 云林县政府在几年前 台所签订了一个2025年卖寮电厂的燃煤政策 应该要停止 但是现阶段对照的一个政策 并没有一个很具体明确的告诉 在中南部地区 一直以来对这个空气污染非常关心的朋友 有一个具体明白的一个资讯的一个承诺 所以我们今天很希望云林县政府张立善县长 如果你在白空市里面 请你认真地听清楚 我们住在沿海这个区域的中部地区的居民 其实真的已经受不了了,对不对 我们真的受不了了 所以今天才站在这里 请你重视中部地区的空气问题 因为这两年来 从以前到现在 到底有多少你让我们一个了解 让我们一个清楚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空气中间 你非发性有机器体 到底是有多少东西 又继续在我们的天顶 这样油来油去 分音管人 走去 应该有那个管理来缩球 还有更好的空气 国小的时候很喜欢早一点去上课 因为那个时候就是 我很喜欢一个天气的状态 早上可能五六点会起雾 然后我到学校去之后 然后看着雾 慢慢六七点的时候散开 然后从嘉义市就会 可以看到很远的玉山 整个天空都会非常的漂亮 但是 直到近几年来 就是嘉义市要看到 玉山阿里山 已经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尤其是冬天的时候 那这边想要再诉求一件事情 第三县长 你在一年半前 你跟吴秀燕市长 你们几个国民党的代表 签署了反空屋的联署 但过了一年半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 吴秀燕市长 他已经有初步做出一些改善 但到现在 我们却没有看到 第三县长 你有做出实际的承诺 或是实际的作为 在此呼吁第三县长 请你做到你在一年半前 竞选时的承诺 在空屋的品质上把关 那现在我手上这个是肺腺癌的那个 手术以后出来的那个图片 台大那个工卫学院的长权院长 他做的工卫的追踪以后 发现我们云林县的西岸一些乡镇 他那个得到肺腺癌就是暴增 然后台中市的也是一样 那这很明显 就是肺腺癌的噪音 就是PM2.5 那中心中学 斗六高中 斗六家商 环球科大 云科大 这五间甚至全县的学校 大多都没有 空品监测仪器 学生在这里面书 根本就没有空气危机意识 之前在台北读书的时候 台北市有订定空屋价的标准 到一定的程度就会停止户外活动 也会对学生宣导 那斗六四的空气品质这么差 怎么都没有相关的措施和规定 而且指报的时候 各级学校的学生都还在户外上课 那这些 究竟这些政府官员有没有在乎我们 在乎我们这些下一代人的健康和权益 我有个朋友跟我说 来这边读书 你就只能当自己抽了四年的烟 那云林县想要把人留下来 但是这里的空气品质差到 连那些应届高中毕业生 都会因为空气品质放弃这里 那你们怎么能希望 就是大家毕业之后 还会想要留下来在那边发展 路灯旁边会有一圈光圈 为什么 我们就会在那里开玩笑 说今天 这个是雾气 还是PM2.5 以前 我都觉得他们只是开开玩笑 我也觉得那只是开开玩笑 但直到有一天我不知道脑筋抽了还是怎么样 我跑到台西乡去 台西乡很漂亮 那里有一个沙滩叫做梦幻沙滩 可是我当天去的时候 夜半照理来说我什么都该看不到 可是我一个人走在沙滩上 我什么都看得到 但是我看的东西并不是漂亮的沙滩 并不是望过去海天一线的风景 半夜 我看到的是旁边六青 烟囱里面飘出来的烟 我觉得非常的诡异 因为那个烟透着橘色还有紫色的光 我们最大的诉求 就是正常的生活而已 我想要走出门的时候 不用戴口罩 可以大口的呼吸空气 可以自由自在的运动 不用担心我的肺 在这里念书念了几年 就像是抽烟抽了几年 我很感谢大家 对于我们环境的一个关心 对于我们 你就环境有执照的 你讲你中介的话 你不是医学专家 我们讲话叫科技一点 对你就就你环保的知识 来欢迎我们 要客气一点 好 大家辛苦了 那大家的声音 我们听到了 那我们会来做处理 谢谢大家 二女二五就义 有没有再啥厨意啊 没办法处理就请现场出来 你没有诚意啊 你没有诚意啊 你叫做人吗 我那三一人先出来对话 那当然一直在里面也没那么紧 比面稍微来讲买一下 基本的里面也要买 其实就是从今年的10月 我们的卖店已经加入 就是在空气平均恶化的一个情况下 它是必须要引降 这样宰多少 我住在台西我很担心我吸到不好的空气 到底降载多少 台说话 十六个南美居住吗 没有没有我只是说 我们只要问说到底降载多少 你拿你应付了是不是 不是啦 作为皇宫的专利 你拿你应付我们的庭物是不是 不要做了 你会打 他请职啦 换我来做啦